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哪怕再等一秒钟 可能那个事情就过去了 在我手术之后醒来的第一天的时候 跟我妈说了一句话 我以后是 我以后怎么回来 就说不能够再把手接回去吧 他说因为在高速公路窗那段 已经血弱裹腹了 就没有什么可能再接回去的 就让我接受现实 那个时候还是接受不了 就让我接受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